我們今天宣佈 自2021年1月14日 零時起 那14天內曾有南非共和國或斯瓦帝尼 王國的旅遊史 含在當地的轉機 的旅客 入境後一律住集中檢疫所且採檢 南非新增的一位一例是南非的變異株 那這個個案是813號斯瓦帝尼基的個案 813號斯瓦帝尼基的個案他驗出來是一個 南非的變異株 那因為斯瓦帝尼跟南非共和國交通往來密切 且南非共和國近期 COVID-19的疫情相當的嚴峻 所以在全球有12國家已報告驗出具有 南非變異株的感染者 那WHO推估他的產能力增加多一點 等於是 非變異株的1.5倍 那雖然現在資料並不完全 可是因應 這樣的一個比較高傳播的情況下 我們今天宣布 自2021年1月14日 零時起 那以抵台的時間 作為我們的標準 那14天內曾有南非共和國或斯瓦帝尼 王國的旅遊室 含在當地的轉機的旅客 將比照 要英國入境或14天 具有英國旅行社 入境後一律住集中檢疫所 且採檢 那檢疫期滿後再採檢 那返家後要完全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旅客不需支付集中檢疫場所的費用 請旅客一定要誠實地申報14天內 健康狀況及旅遊室 狂行公室 魔旋攔法 人家警戒 evitar 谢谢大家